这个老师太奇怪了 每天都把自己的母亲带到课堂上 哪个同学会都看 老师就找他回答问题 家长们对老师的这种行为非常不满 于是就想联合起来投诉他 有的家长还要给孩子转学 校长接到投诉后 却通知老师去谈话 可这他也得带着母亲去 一个学生见到老师向他问好 一旁的家长却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校长说你的行为遭到了全班家长的投诉 我建议你找个保姆来照看你的母亲 可老师却说 我自己的妈妈 我是绝对不肯让别人代替我照顾他 话音刚落 他一转头就发现妈妈不见了 于是就焦急的到处寻找 他的学生听见老师在寻找妈妈的声音后 马上全部返回学校帮着老师一起寻找 刚才和老师打招呼的学生 正坐在妈妈的车里 他看着妈妈说 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你 妈妈很奇怪 儿子怎么突然说出了这句话 这时儿子大喊快停车 原来是他发现了老师的母亲 男孩说奶奶你要去哪里 这时老师也满身是汗的找了过来 他非常害怕母亲走失 因为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任何人都不认识 只记得自己的儿子 老师抱着母亲失声痛哭 这时一旁的家长终于明白 儿子刚刚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了 第二天校长召开了一个家长会 对所有家长说出了这位老师的经历 他说曾经有很多学校要聘请他 因为他是受过高等教育 高等学历的人 但他为了能留下来照顾母亲 还是选择了我们的学校 他母亲患有老年痴呆 只认识他一个人 所以他才每天都带着母亲来学校 可他从来都没耽误过给孩子们上课 甚至孩子们都帮着老师去照看他的母亲 如果这种老师不算个好老师 那什么叫好老师 学习为了什么 成绩固然很重要 但做人是不是应该更重要 一个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就算他成绩再好又如何 可现在很多家长认为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习 那么我们就用签字的方式来决定 这位老师是走是留 此时所有家长都很羞愧 没有一人出生 有一种教育叫言传神教 孩子们能有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荣幸 他们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学到了如何做人 让我们为老师点个赞 courtesy